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原则分别是为动作轻、速度快与物搓揉 洗米时,以手轻轻且迅速地将米搅动,之后倒掉洗米水,重新装水 上述步骤重复二至三次即完成洗米,这样做,可以留住米的无基值、维生素地下一楼等营养成分 只会洗米还不够,煮出香喷喷的米饭才厉害 专家指出,一般以电子锅煮饭时,米和水的比率为1比1.2 也就是一杯米加1.2杯水,新米可酌碱水量为1.1杯 就米则增加到1.3杯到1.4杯水 洗米的下一步是净水 主要目的在于使水分能充分进入米中,并活化米粒中的淀粉酵素 使淀粉较容易转变成油里糖及完全糊化、熟化、增加饭粒甘甜味及粘弹性 煮饭前进水约2小时,若已摄氏50度的温水净米,可将时间缩短为30分钟 若煮糙米则因吸水性较差,需泡12小时以上 接着是将米加热,提供足够的能量使淀粉糊化、熟化 但是淀粉酵素能发生作用的温度为摄氏40度至摄氏60度 如温度上升太快,浸水时间又不够 淀粉酵素就没有充足的时间作用 煮出来的饭也较不甘甜,且缺乏粘弹性 最后是焖蒸、电锅或电子锅加热煮饭功能完成后 利用锅内余温,让米粒间残余的水分达到均衡状态 一般约10至15分钟,之后即能达成平衡 若焖蒸时间不够,米粒间会有水分残留 且米粒粘弹性差,常有没熟透的感觉 电锅加热煮饭灯熄灭后再焖10至15分钟 之后若能充分翻动饭力,再盖上锅盖 让多余水分蒸发掉,约5分钟,则效果更佳 健康生活编辑部 然后帼它要开智能 不装 适合 天